立法會開議 首先非建制或泛民 很可能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因為無論是財委會或大會議事規則會即將有大的改變 改變的原因大家都明白 趁你病就拿你命 理由很簡單 因為立法會現在 在泛民與建制人數對比上 全部都是非常輸蝕 無論是在功能組別 一向都是輸 今次因為DQ了總共 五個地區直選一個功能組別的議員之後 連地區直選的比例 都是輸給建制 因此 要修改議事規則 手套拿來 說都沒那麼容易 首先開波的就是財委會 及財委會底下的 公務人士編制小組 這些很重要的 守住財政的 關卡的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回到兩方面 兩路齊法 看你會不會夾死你 一方面 陳健波就做這個財委會主席 再度當選就很清楚 就會用這個所謂主席指示的形式 第一 你那個 表決的鐘 就會縮到一分鐘 本來一發 三分鐘 希望那個 等候的時間盡量減少 然後將這麼多節 這麼多節的這個會議 合併 成為 同一日的會議 這個陳健波怎麼說就怎麼說 於是 如果趕了一個 所謂不聽話的搞事的議員出去 今天就不准再回來 以前就是那一節不准再回來 今次趕了一次 以後就不准回來 在那天的會議 希望 將 那個所謂議事的效率 賠款效率大大提高 同時立法會裡面的37個建制派的議員 聯手 就說要修改這個議事規則 其中就例如 不可以提休會 不可以縮短表決鐘聲 在鐘的時間進行辯論等等 其中一個殺手簡 不可以就著所謂37A的臨時動議 即是未經預先宣佈的 根據議事規則37A 可以提出臨時動議 每名議員 是可以提出的 不過那個動議 或者綜合辯論裡面 發言只能夠一次 不能超過三分鐘 說得那麼複雜 其實目的就只有一個 就是說你們泛民 人數也不夠人來 舉手也不夠人舉 唯一一個武器 就是 用拉布的方式 拖慢整個決策 甚至拉死 以前也有一些先例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因為現在 泛民宇 建制的議員 在DQ了六個議員之後 比例 建制大大佔優 所以趁機修改 議事規則 首先由財委會開始 做了之後 繼續下來會在大會議事規則 都可能會是照版主委 那麼 當然 從這個建制的角度 從這個 和政府配合的 角度來說 所謂 要快點提高 那個所謂議事或者賠款的效率 建制當然 100%贊同 可能我們看 影片的我們香港的市民 老實說五毛就不太明白 一定是不明白 因為他整個腦 腦都不是 所謂制衡所謂民主等等 不太明白 因為今天 立法會組成的方式 我認為是 半民主甚至非民主的方式 監察與制衡的力量很小 你能夠阻倒政府的大白狀工程 不合理的撥款等等 幾乎不可能 於是唯一他們的武器就是 所謂用拉布 利用議事規則 將那個 例如發言 質詢 響鐘等等的時間點人數 盡量將 會議可以拉長 好使 香港市民 明白究竟撥款有多荒謬 甚至 一個好彩或一個不好彩 將 提案可以拉到 令監察與制衡 稍微可以出力 但今次 因為這個情況下 修改了這個議事規則之後 令到這個拉布的力 幾乎是化解於模型 以後 政府就可以 為所欲為 如取如攜 將所有的撥款或議案 能夠得到順利通告 對 特區政府 底下的香港市民來說 是一件 我認為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 因為 錢是我們給的 大家記住 是公帑是納粹人給的 但是 這個民意代表是應該跟我們把關的 很可惜 在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 是沒有辦法 做到這件事 唯有靠 這個泛民的議員 泛民的議員因為 力量對比原住底下 無從 阻截到 這些 荒謬的 撥款或議案得到通過 我就問 泛民面對這麼嚴峻的局面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也訪問了一些 泛民的議員 例如在議事規制委員會做副主席梁繼昌 但其實他沒什麼計 他雖然賣個關子 說不說有什麼方法 但看來 整個泛民 在這次事件裡面 完全是沒有任何方法 去面對 或者應對 我推斷一下 他們所謂的 不說有什麼辦法 怎麼做呢 其實他是寄望一件事 他寄望 明年3月 起碼在這個補選 新東和九西補選 能夠開展 開展之後 香港島的 功能組別 劉小麗和長毛那兩個 就上訴暫時打著不選 他們希望 這些單議席單票的補選 能夠 泛民拿回票 以前 有幾個人進入了立法會 裡面可以 補救到 就是說 因為議事規則要修改的話 如果是大會的議事規則要修改 是要分組點票 他希望在分組點票 如果在直選的議席 那裏 是泛民佔優的話就可以阻止到修改議事規則 我相信他是寄亡於 明年的這次補選 但是我覺得 一定是這樣的 是嗎 度高一尺 就會摩高一丈 如果 你是這樣計算的 別人也有不同的方法應對 因為 明年的三月的這個 補選是不是真的如期地順利地去進行 目前還有很多的 例如包括 劉小麗 長毛哥上訴如果司法當局能夠配合 快刀斬亂華 要不就判他們 敗訴要不就說不接納他們的 司法覆核 其實這件事就完了 因為不接納的機會很大 或者判他們敗訴的機會很大 因為 根據這個人大釋法 以往的 這個上訴庭的說法 是很清楚的 或者是中心庭的說法很清楚 人大釋法這樣說 他逐字 逐句讀出來 然後就判敗訴 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得到 如果能夠快刀斬亂華做這件事 在明年三月做出來之後 會不會將這個選舉 合併來選 變成一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 法民能夠拿到的這個議席 變數很大 你打這個算盤 他影響不響 我自己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究竟這個議席規制的修改 能不能得到香港市民的關注 我覺得又未必 未必 原因很簡單 因為複雜 香港人頭腦很簡單 很多時候都是 複雜的東西 他們不會 不會很關心 是吧 眼看到然後很容易明白的東西 他們可以在網上發表很多的意見 反正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他們又會被擲擊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議事規則的修改 不只是立法會議員開會的問題 議事規則的修改 不只是立法會的 所謂議事的效率能不能夠提高的問題 議事規則的修改 是牽涉到 你和我的錢 能不能夠 有效的監察和制衡 會不會令到政府 亂用的問題 我昨天也說過 譬如 很多大白象工程 包括港珠澳大橋 高鐵那種超資 很順利 很順利 通過之前 因為立法會有拉布等等 是會令到 事情可以 說清楚說明白 如果議事規則 這樣修改的話 就不清不楚 那千億就會 倒入鹹水海 你會覺得 香港市民會覺得 我們的錢 應該怎麼運用呢 你覺得我沒什麼所謂 反正的議出資 就給了你 稅就立了 或者有些人看YouTube的朋友 就說我都不立稅 我都不用交稅 關我什麼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最後 建制和政府 都會 如取如愧 做什麼都可以 在這裡講到這裡 有一個消息傳例 說林鄭曾經 跟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說 你修改議事規則 還修改議事規則 政府當然不會反對 不過不要太辣 太辣就會引起泛民的反彈 太辣就會引起泛民支持的反彈 他要 伸出申請購建和諧社會 這個大計 這個大環境 就做不到 是真是假 還是放出這個 和解和諧氣球出來 麻痹對方 這件事 很快就會見真章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以後的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支持我的 還有 如果你說要進 去我的戶口 你的戶口號碼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劃線支票 寫我的名字 寄到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地去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 我讓我來